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研究员您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研究员我们先来看台湾房市的部分 今年表现为何 是呈现什么样的格局呢 今年就是说虽然在8月份 我们可以看到央行 它是无预警的去算宽 部分地区的不动产的信用管制 那么9月份下旬 央行也降息半 那似乎这个是对房市比较有利的 不过我们说税制的一个变革 还是今年国内房地产市场 面临比较大的一个考验 包括就是在5月份的一个囤房税开征 还有5月份我们也看到台北市 也开始试用新版的一个房屋税 那么甚至是今年6月的时候 立法院也正式三读通过 房地合一的一个政策 那事实上今年除了这个税制以外 在公股行库其实也都对这个房贷的控管 还是比较严格的 那其他的部分在资金上 其实也是有从这个方式有外流的一个情况 那么所以整个的一个情况来讲 今年的一个国内房市表现 事实上是比较差的 整个交易的一个结构 从去年的量缩价稳 那在今年的话 已经正式转为一个量缩价小跌的一个局面 那么就量能的部分 其实今年会面临的是一个 27万件的一个保卫战 我们预计它的一个跌幅应该会比去年来讲 会下跌15到17% 那当然在价格的部分 那倒是还是呈现一个比较个位数下滑的幅度 那倒是说目前还没有一个比较结构性 比较大幅的一个修正 是研究员 那在各区域之间有没有一些差异呢 那有哪些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部分 其实在今年上半年 国内的房市的交易 大体还呈现一个北冷 中南还是有一点温的一个情况 不过这个局面呢 倒是在今年的第三季 已经出现的是一个全面转冷的格局了 那其中在台北市 我想现阶段其实还是面临的是一个 高房价高税付的一个压力 所以在台北市整个的一个成交量 其实在今年表现都很差 就是说市场的一个流动性压力 其实对台北市来讲是逐渐的正在形成 那在新北市的部分 其实现在目前新北市 大概反转的一个格局是比较明显的 那市场的一个渔污持续的一个累积 这个会是后市发展 蛮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至于在陶族地区的部分 那么因为之前的这个 桃园航空城议题的一个风动 所以导致很多投资客 都纷纷的退出这个市场 那另外还有陶族先前累积的 大量的这个渔污 其实也是后市发展 也有相当的一些压力 那至于在台中市跟台南市的部分 导致在第三季的部分 是有从高档开始往下 做一个初步反转局面 那下一季的整个价量的一个变化 就会是一个后续长期 趋势观察重点了 那最后在高雄市的部分 现在目前价量背离的一个结构 是越来越明显了 那另外高雄市 我想未来也还是会面临到 就是说渔污的一个规模不小 那会成为后市发展的一个隐忧 这大概是区域的一个表现情况 是 原军展望明年 今年您说税制改革 是影响房市表现的一个 蛮重要的关键一须 那明年的展望是怎么样子呢 我想虽然说近期 其实有部分的一个市场认为 就是说似乎明年 房地合一会开始正式的上路 那另外就是说总统大选选后的 这个不确定因素会逐步的消除 那么有部分人是认为说 交易应该是可以逐步回升的 但是我觉得说明年的整个 房市的景气要呈现复苏的一个态势 还是有相当的难度 一部分当然除了是说 整个经济的表现的一个前景 它的能见度还是有限的 所以现阶段可能民众在购物的 一个决策的时间 还是会比较拉长 那另外就是说在国内的一个资金的部分 可能还是会持续的往海外市场来进行套利 特别是说如果本月份美元 美国有升息的动作的话 大概美元就是会走强 那这个在资金上会有一些移转 那另外就是说在明年奢侈税解禁之后 其实也会有相当的一些卖压 那我想更重要的是说 目前买卖双方他对价格的一个认知 其实还是存有相当的一个差距 那短期之内 其实这个分歧的情况要化解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我认为说明年的房市的景气 恐怕还是要比较审慎以对 银行员就购物者而言 他们观望的期间会持续拉长吗 会会 因为就卖方的部分 卖方现在的心里会觉得说 政府的调控房市政策 大概是逐步告一个段落了 那未来就是说可能希望说选后这个地盐性的买盘会出炉 所以卖方现在对价格还有一定的一个坚持 那先前也有一些 仲介业者也有一些调查 就现在目前有高达七成的民众还是只愿意降价一成 那当然在买方的部分 他对于只降价一成还是觉得不够 那特别是说现在的一个交易的结构 已经转为是一个自助需求 特别是首购的部分 那首购族群他对这个价格是比较在乎的 所以我想短期之间买卖双方的价格来看的话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一个认知上的差距 是好 接着我们来关心中国大陆的房市 林玉玉那今年大陆的房市的走势情况是怎么样呢 那么今年大陆的部分在整个房市政策趋向一个比较去刺激 放松的部分 那另外还有货币政策也是朝向一个比较宽松的部分来走 所以不论是在政策面或者是资本市场 或者是在信贷的一个管道的情况 其实都让这个中国的一个房地产市场 在资金面都能够提供这个保障 所以今年中国房地产市场 大概从今年的第二季中旬过后 就开始有一波比较回暖的一个情况 所以像商品房它的一个销售额 或者是销售的面积 大概在第二季末都开始 年增率都开始转为正的一个表现 那下半年的一个回升的态势 还是有持续的情况 就显示他们目前还是正在处于一个 去库存脚步有一个加快 那中国房地产的一个系统性风险 要爆发的可能性是有进一步的一个降低 那我想今年中国的这个整个的房价 大概在今年第一季会是一个相对的谷底 那第二季已经开始止跌回升了 是 研究员 至于在一二三四线城市的表现上 有哪些差异 我们需要关注的部分 在各城市的表现上的一个分化情况 是比较明显的 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个一线城市 跟重点的二线城市 因为他们有这个刚性的一个需求 跟改上型的一个需求 不断的涌现 所以在库存的区化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在一线跟重点二线的房价上 是比较有上涨的一个动力 但是在三四线城市 它因为在整个库存的这个水位 还是相对比较高 所以去库存是这个阶段主要的一个基调 所以相对的在三四线城市 在转期之内房价上涨的压力比较大 是 研究员 那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是放缓 那您观察大陆房市明年的发展 我觉得明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它的一个销售难度其实会加大 最主要是说 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的 明年的中国的经济的一个成长率 它会进一步的放缓 如果我们以这个EIU 它最新在今年十一月份的一个预测资料 可以看到 对中国经济的成长率的预估 应该会有今年的6.9% 会减缓到明年的6.4% 所以在这个总体经济环境 没有办法看到一个 比较好转的一个契机之下呢 民众的一个购物决策 会有一个比较延宕 那么或是不轻易出手购物的一个情形 那么更何况就是说 在整个中国官方 他们松绑这个房市政策的一个预期 可能在激励效果上 都会有逐步顿化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在明年中国房市的话 我们预计各城市 还是会有一个表现 比较分化的一个情形 那么一线城市 它的表现还是会相对的比较突出 最主要是说 受惠于这个货币的一个宽松 跟政策的刺激以外 那过去累积已久的这个需求的释放 其实会是它推升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不过因为受到就是说 限购的一个政策 那么或是说 整个在信贷有一点去缩紧 紧缩的一个情况 一线城市 它其实比较难在像过去一样 有一较暴涨的一个情况 倒是应该是呈现一个比较稳步上扬 那对于这个在二三线城市 目前看起来就是 还是处于在库存的 巨化的一个阶段 所以像在三四线城市 其实在明年的一个表现 还是会相对的比较艰困 是 未来发展我们持续来关注 好 我们今天节目中呢 非常高兴访问到 台湾经济研究院产经资料库 副研究员刘佩真 针对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 面临保一挑战 而中国大陆经济成长放缓 两岸房市在今年表现状况为何 还有展望明年房市 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面向 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说明 非常谢谢研究员接送访问 谢谢您 谢谢